再来关注中国新闻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持续遭到围剿 他的淫乱丑闻也不断被媒体曝光 日前又有两名央视主持人被爆说是周永康的情妇 已经被中共当局抓捕 正在接受中纪委调查 日前由海外中文媒体披露 中共党媒央视现任女主播叶迎春 和前任女主持人沈斌 因设周永康案被中纪委带走调查 而大陆学者吴宗兰也在推特上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 叶迎春和选兵是周永康的情妇 目前已被拘捕 据公开资料显示 叶迎春是江西景德证人 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 曾任江西电视台主播 调注央视后曾主持军事报道栏目 目前是央视中文国际频道新闻联播主播 而今年37岁的沈斌是江苏人 曾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单任财经记者一年 2001年进入央视单任主持人 2009年2月 沈斌赴中央政法委信息中心任职 报道举称 执任610办公室主任 国安部副部长的李东升 将沈斌从央视调入中央政法委 专门为他设置政法委信息中心副主任职位 我觉得这不光是人的本性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事发生到一个共同党人身上呢 这还是一个体制问题 是用体制造作的这些人嘛 这种体制是给人提供的这个土壤 让他们去牵营 让他们使用权利得到这些不该得到的那种钱财 报道说 李东升利用央视的美女记者或美女主持人 巴结中央高层 而不少美女也乐于接受 很多情况下都是一拍即合 央视几乎沦为中共高官的后宫 新唐记者长春 陈杰 孙宁采访报道